今天的房市大小说我们来看到这一栋因为有艺人彭愿入住而声名大造的天母指标豪宅 在上个月出现了手笔的移转交易 原来是电子代工大厂英业达集团的温家一次砸了3.1亿 没有贷款来买下 但是呢听起来3.1亿很高 不过其实持有该户7年的原屋主是重赔了4000多万出厂 38层楼高空中立体别墅 长远的七米二直升绿围墙 建筑一层两户设计 每户都能看见阳明山景 艺人彭愿也入住了这栋天母指标性豪宅 近期出现手笔移转 高楼层户由英业达集团温家以3.1亿元乎贷款买下 我们没有去注意 因为他们说开车啊看不到人啊 而且都是名车 我有看过彭愿运 我有看过他 那你知道最近就是那个英业达的温家 现在也住在这边 我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 在地居民完全不知情 这笔交易相当低调 根据资料显示豪宅高楼层户 总评数210.93屏 一月以3.1亿元成交 扣除车尾计算 每平约168万 但前屋主2017年3月 入手总价3亿5000多万元 单价约188万 换算下来该户持有青年 专手重赔409万 豪宅案件来说的话 其实近年来的成交量都慢慢的萎缩 尤其在这三年它是逐步逐步每年大概是两成两成的量大概在萎缩中 所以说屋主现在都比较不会执着于当时他们买的那个高价价格 不过这笔交易更引人注目的是3.1亿元交易买家无贷款买下 一查才发现原来是电子代工厂英业达集团创办人之一 同时也是大股东的温馨家族买下 专家认为是地缘关系 天母地区是属于一个口袋型的商圈 然后加上英业达集团 他们本身是属于士林区的一个集团部分 所以他们会选择说天母在地性购物 应该是比较有可能性的 天母移山傍水自成商圈 经营完善 经营高端资产的企业大佬 想入住享受宁静生活 东森财经新闻王家宏廖志颖 推不倒